我去前面这是高速入口啊 没错就这样走啊 是吧 导航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你到了某些特殊的路段你感觉有点心虚 发虚啊心虚 关机不大 这边都是绿排的 这牌子都是高速 高速的标志 耳机又没电了 控制电了 靠左行驶 靠左行驶 哎 有车就行了呢能看到咱们这个飞机动车就行啊你甭管是这个电动车呀电电电三上就心里踏实 现在导航显示我们得并线 并线过了 靠左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甭管开车也好你 骑车也好你骑摩托也出来也好 有的时候啊 真正一直陪着你呢 就是导航 就是导航 孜孜不倦 导航就是孜孜不倦的陪着你 多好 一定要善待导航啊 看这实现了吗 就这实现 实现那边的车不能过来这边的车不能过去 啊 前面到虚线了就可以啊 就可以并线了哎我走这条道或者我走那条道啊 这人家汽车坏了咱也帮不上忙 走吧 祝你一切顺利了 祝那辆汽车能 顺利修好啊 应该是有点问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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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吧这边这路啊 这边你平常 基本上很少有人来啊 你即便开车来你也不会注意到周边的这个 路边的情况 只有自行车 能看到这边的 路两边的这个 景象啊 啊 对还有摩托 摩托快呀 刷他就过去了 前方300公尺 右转 前方右转 三百公尺就是三百米大概啊 我这个公尺啊英寸哪英尺啊我这就一直就搞不明白 我换算 一直搞不明白 有的时候弄明白了哎查 这几天行什么 这个 换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换算的这个换算率哈这个大队啊 二十五点四呀二点五四哎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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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一段时间就忘了 一会的 嗯又转 真在这又转呢 通 我去走 那的牛肉短 哎呦我去又 又 又到的又到了这种 这田地了啊 上次我们走过一次 我看这这这 白天走这种地方 可以 晚上就有点虚了 实话实说 晚上你走这儿一个人走这儿绝对虚 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得赶路 为什么呢 这个车呀没有灯 没有尾灯也没有 前灯 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 一直在赶路 必须赶到 在天黑之前到达 是吧 现在是现在是耳机没电了 移动电源也马上没电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 三个多少十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入城 所以 我们得 快一点了啊 你帮看这路这样 骑着倍儿舒服 相当舒服 绝对是超近路 导航给你给你的这条路绝对是超近 你刚才那个大路如果你一直下下车这么多也比较危险 这边这边清静 这边清静 骑车呀 还是尽量白天走啊 走白天的路 开车无所谓了开车晚上 开车晚上走高速是最 最清静 高速我们可以选择 晚上 白天是要晚上走高速 骑自行车 正常 正常坐骑时间 白天走 刚才看见一个大爷 这两位大娘在这 溜弯 又溜弯也好 锻炼身体啊 身体健康就是挣钱哪 那就是挣钱哪 啊 你还别不信身体健康就是挣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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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发虚了啊 一没人又是在这个田地里 田地其实没什么啊 就是感觉有点 过车了 让他走 听见了 找你了 你可别跟我说你认识这块地 没有 80%人 都不知道现在是哪 你信不信 你不看到哈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 反正我不知道 来错了 我总感觉后面有错 走 走 走 他拐了 咱骑得慢是吧 你别站着道 你骑这么慢 能给人让 让过去 是不是 这儿 这边也有住户 我看这边也有住户 我看这边有人住了 我看这边有人住了 不要乱跟小狗搭讪 不要乱跟小狗搭讪 你知道他什么脾气 哈哈 是不是 是吧 柴孙吧 你这是要打村里了吧 你不怕 你能打村里了吗 我这边 你不能 smart 我说 我说 你怎么 Gund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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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平房 建在 建比较高 建在比较高的土堆上面 平房不好 这边有酒店吧 就是这种平房式的酒店 要有的话 我觉得住两天 体验一下 田园生活 田园生活的感觉 前面有路吗 导航显示没问题 我现在是这有点虚啊 我不怕别的 我就怕前面没路了 反正人再掉头回去 那更麻烦了 相信导航 这边晒了这一堆一堆 应该都是肥料 那都是肥料 我去 北京街 还得一直走吗 北京街 我看这走哪来了 能过吗 老大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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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活 我靠 还得回去 还得骑回家 我去 还得骑回家 这一下就糟糕了 有门吗 我靠 这说不定了 过不去了 走吧 那回吧 就怕这种 我们还得前面 早上换一条路去吧 这是不行的 从这能走吗 从这里走不了 回吧 重新捣一下 这视频先到这